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知道你的需要 他知道你今天会经历些什么 他知道什么样的话语 会成为你今天最大的帮助 打开圣经 你会经验这真是一本奇妙书 我们每天分享一小段神的话 好像我们今天在读雅各书 昨天说在生病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带着信心 邀请教会属灵的权柄 为你按手祷告 为你抹油祷告 你不必觉得说 我就偏不要抹油 圣经上说抹油 你就抹油 这有什么难的呢 不必非要在那里抗拒 但是我也不必说 啊 糟糕了 今天这点找不到油 所以没有用了 因为你知道 真正成为你的医治的 是那一位我所相信的神 接下来他说 出于信心的祷告 要救那个病人 主必要叫他起来 你看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 出于信心 信心是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带你进到上帝的祝福里面 我真的相信 如果我一边倒一边说 其实不可能 我觉得别开玩笑了 那个油有什么用 我什么药都吃过 如果你不相信 祷告对你没有用 信心是祷告 带你进到祝福恩典应许的那把钥匙 但是今天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说 我相信的是什么呢 信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是你的对象是什么 我相信的是什么 刚才 我相信的是那一瓶油 所以没有油了 我觉得不行了 不 我相信的不是那瓶油 我相信的是 这瓶油你不知道 这瓶油是从圣地来的 我也觉得 能够有机会到耶路撒冷 到圣地去很好 因为那个耶路撒冷是主的大精神 是主所喜悦的 是主所命定的地方 我觉得那些都是宝贵的 但是不要把这些地方 圣化到说 因为是耶路撒冷来的 我相信那瓶 这瓶比较没有用了 那瓶是耶路撒冷来的 我的信心的对象 不是油 我信心的对象 也不是耶路撒冷 我信心的对象 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就好像 我相信 主可以透过任何一位医生 成为我的医治 所以我不会说 我这边祷告 祖啊祖啊祖啊 求祢帮助我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找到那个 就是那个那个 一定要是那个医生 你为什么要指定那个医生 你跟主说 很多人告诉我 那个医生很棒 我也觉得如果可能 能够 祂能够为我医治 我觉得很好 但是我相信 出于神 任何一个 主要你可以用任何一个 你要用的器皿 但愿 你为我预备的那个 就是最合适我的医生 祂给我开的药 就是最合适我的药 谢谢主 求主恩待我们 我再说 信心是带你进到 神的应许 神的祝福的那把钥匙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关键 我相信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相信的是 别人给我介绍的 这个医生 那个医院 那个方法 那剂药 我相信的是那瓶油 我相信的是那一位长老 不 都不是这些 我相信的是这一位 独一的 真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